各位观众一起来关心前桃源市长郑文灿涉滩事件呢 在今天有了最新的进度 在他前天以500万元交保之后 今天检方抗告成功 也就是说最快的话在今天晚上或是明天就可能再来开击押庭 不过民进党同时间他的机制也是没有停下的 在今天晚上廉政会主委邱俊院就带领来开会 要讨论是否该针对郑文灿的案件来立案 而不过呢他们这整个会议将会在6点半到8点左右来进行 而主委也在会前先接受访问讨论一下相关的方向 一起来听 这个案子我们要如果要展开调查的话 一定要先立案 那取得法源的基础 然后接下来才会展开调查 那今天除了立案的问题以外 就是调查的方向 那不过你们可能最关心的是 当事人什么时候会到这里来说明 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给各位一个答复 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抗告 对 那如果万一就是被庚裁 然后当局羁押的话 那可能就要很久很久 假设真的是被羁押的话 会可能是除名或是庭权 没有 羁押还不一定会做出处分 那只是说因为如果万一被羁押的话 那就短期内可能没办法请他到来说明 那因为我们那个联政委员会 如果要做出裁决处分的话 一定要请当事人来做说明 好 开调邱俊彦主委也表示说 现在相关的方向都还没有个结果 因为还是要等羁押挺的状况来进行评估 那美提到说希望整个案件 还是由当事人郑文灿能够来亲自说明是最好的 以上现场这一情形 先把时间交换捧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